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。第七四五章你小子敢私藏。 当然。有意无害。 叶浩轩笑道。 那好。你回头给我多整点过来。这些不够我半个月喝的。 领老笑道。 给您老准备好了。 叶浩轩取出一小瓶养生酒的原夜道,回头用这个勾兑就行了。 不过分量一定要按照比例来。如果多的话,您老一罪,我也没有办法。 好。 领老眼前一亮。连忙从叶浩轩的手里接过来这瓶原夜。小心地收好。生怕别人看到一样。 爷爷。我想你给雨彤打个电话。 叶浩轩苦笑道。 他前天才给我打过。怎么了? 有事。你小子不能自己打吗? 领老诧异地说。 他到美国后换号码了吧。 一直没有联系过我。 我去哪里找他的电话。 叶浩轩苦笑道。 哦哦。 这倒是。 不过,就算是你小子知道,他现在也未必理你吧。 用我手机。 领老恍然大悟。 他边说,边吩咐一边的警卫拿手机过来。 谢谢了。 叶浩轩道。 谢什么谢? 要是换了别人。 敢让我孙女这么受委屈。 我崩了他。 也亏你小子,对我胃口。 换了别人就算,你是叶家的人,我照样揍你。 领老瞪了叶浩轩一眼。 然后自顾自地喝酒去了。 叶浩轩苦笑。 他接过手机翻出了林雨彤在美国的号码。 然后拔了过去。 电话响了几下。 对方便接通。 里面传出了林雨彤熟悉的声音。 喂。 爷爷。 不是刚给你打过电话吗? 你有事情? 雨彤。 叶浩轩感觉喉咙里像是塞这什么东西一样。 他勉强笑了笑到吃晚饭了没有。 由于林雨彤所在的周宇华夏北京时间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。 所以现在华夏中午十二点。 那里是晚上八点。 对方沉默了。 叶浩轩耐心地握这话筒一言不发。 两人就这样握这话筒。 隔着大阳彼岸沉默着。 两酒。 林雨彤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, 你回清园了。 回了。 看看就走。 叶浩轩顿了一顿道在那边还习惯吗? 习惯怎么样? 不习惯又怎么样? 林雨彤的声音里面有些怅然。 不习惯的话就回来。 叶浩轩笑道, 我在京城等你。 林雨彤又是一阵沉默。 片刻后, 她方才缓缓地说, 知道我为什么离开清园吗? 知道。 叶浩轩探道一切都是我的错。 对不起。 不。 不是你的错。 是我的错。 是我明明知道, 你有女朋友。 明明知道你花心。 可是, 我又毫不犹豫地爱上你。 明知是飞蛾扑火。 而我还是那样扑上去。 陷进去。 越陷越深。 林雨彤的声音里, 听不出一丝波澜。 我希望, 你能原谅我。 雨彤。 回来吧。 我想你了。 叶浩轩怅然常叹道。 不了。 不回去了。 林雨彤顿了顿到一个人生活也好。 以后我就在这里生活。 去做自己的事业。 也好过在国内。 每天想着某人想得刻骨铭心的好。 叶浩轩心中莫名的一痛。 虽然林雨彤不踏跟前。 但是她的样子却真真切切地浮现在眼前。 她的笑。 她的哀伤。 一举一动都浮在心头。 林雨彤。 你是我的女人。 就算是你到了天涯海角。 也逃不出我的手心。 在美国等我。 半年之内。 我一定会去找你。 叶浩轩突然沉声道。 大阳归岸的林雨彤微微地一争。 她怒道,你来干什么? 你还是不肯放过我吗? 你的心从来没放下过我。 林雨彤。 我一直认为。 你是一个坚强的女人。 但是在感情的事情上。 你却选择了逃避。 你这样很懦弱。 这不可原谅。 等我半年。 经成事情稳定之后。 我一定要找到你。 然后。 让你做我的女人。 叶浩轩决然地挂断了电话。 她的心里一时间五味俱全。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。 林雨彤正正地出神。 不觉间。 她已经泪流满面。 只是她的面容上的笑意渐渐地扩大。 就在这个时候。 林承宇回来了。 看到室内的叶浩轩。 她不自由主地一愣。 伯父。 叶浩轩起来打了声招呼。 林承宇冲着叶浩轩点点头。 之前袁承宪的动静闹得不小。 林承宇当然知道这是因为叶浩轩母子的缘故。 她把衣服往一边移挂道。 小叶。 坐吧。 自家人。 不用客气。 叶浩轩点点头。 她转身从容地坐了下来。 伯父进来还算好吧。 叶浩轩笑道。 还算行。 林承宇神色复杂地看了叶浩轩一眼。 一看到她。 林承宇就想起来自己远在国外的女儿。 除了叹气她还能说什么呢? 就在这个时候。 林承宇突然又站起来道, 对了小叶。 你去市医院一趟吧。 你毛叔妻子现在临盆。 不过遇到了些麻烦。 什么麻烦? 叶浩轩猛地站了起来。 昨天突然晕倒。 现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呢? 胎儿已经足跃大了。 可能会有危险。 林承宇道。 叶浩轩的神已易景。 毛承文中年得子。 她的妻子也属于大龄产妇了。 像她那种情况。 要小心再小心才行。 突然晕倒。 那是要出大事的。 伯父。 我知道了。 我现在就去医院。 叶浩轩站了起来。 和林老打了个招呼。 然后便匆匆地赶向医院去了。 是第一人民医院。 在一个重症监护室前。 毛承宇的眉头几乎都要锁成一个穿字。 她的妻子现在就在病房里躺着。 一个小时前。 医生向她下达病危通知书。 说她妻子的情况现在非常严重。 需要马上手药。 她妻子的情况属于突发事件。 医生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她突然晕倒的原因。 晕倒以后。 她一直没有醒过来。 毛局长。 现在做决定吧。 再晚的话就来不及了。 大人和两个孩子。 你选择哪人? 一边一名医生紧张地问道。 她在等毛承文签字。 不过,任谁遇到这种情况。 也是难以抉择的。 毛承文中年得子。 而且妻子怀的还是龙凤胎。 眼见胎儿已经足月了。 再过几天,就可以选择生产了。 但是在这个接骨眼上出事。 这对她的打击很大。 就在这个时候。 一名年轻的产科女医生匆匆地赶了过来道, 家属还没有签字吗? 这名女医生身材高桃。 长相较好。 白大挂下一双修长的眉腿, 露在外面。 显得十分干练。 李医生。 家属还没有答复。 那名医生有些为难地答道。 我来。 看到了一边眉头紧锁的毛承文。 那名李医生接过医生手里的手术异项书走到了毛承文的跟前道。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抉择。 遇到这种情况, 我们也表示遗憾。 不过现在不是你伤心的时候。 大人小孩。 你只能选择一方。 再晚的话, 恐怕就来不及了。 保大吧。 毛承文是一个决断的人。 虽然非常想保住这两个孩子。 但是他对妻子的感情却难以割舍。 他接过手术一项书。 沉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 你要不要听听我的建议。 李医生收起了手术单后问。 你说。 毛承文道。 你妻子现在昏迷不醒。 据我们判断。 他极有可能成为植物人。 而且手术的风险很大。 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。 李医生道。 毛承文神色一个震动。 他沉声道, 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前天还好好的。 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晕倒。 你先不要激动。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。 一时半会儿我们也来不及一一排查。 况且你妻子是高龄产妇。 生产的话, 肯定会担风险的。 不过, 我向你保证。 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救的。 李医生道。 毛局长。 你先不要激动。 这位李文明李医生是外面流过穴的。 他曾经在瑞典皇室的御用医疗小组待过。 是我们医院最好的产科医生。 由他主刀。 夫人肯定会没事的。 你放心吧。 一边的院长和一些院领导匆匆地赶了过来。 其实说, 这话安慰的成分居多。 由于毛承文的身份特殊。 医院的专家特地在一起, 做了一次会诊。 得出的结论都不是太好。 毛承文的神色黯淡。 他点头道, 麻烦你了李小姐。 李文明点点头道, 请你放心。 我们医生都会对患者负责的。 他说, 这对一边的助理吩咐道, 准备手术。 一边的助理点点头。 一群护士和医生跟着他一起走进了手术室。 毛承文紧紧地握着拳头。 看着手机中的那个电话号码。 犹豫再三。 终究是没有拔出去。 或许叶浩轩在这里会有办法的。 但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叶家。 以自己一个小局长的身份。 恐怕跟他对不上什么话吧。 就在这个时候。 重症监护士的门一开。 叶浩轩匆匆地赶了过来。 他叫道, 毛叔。 毛姨现在情况怎么样了? 叶。 叶少。 毛承文又惊又喜。 他没有料到叶浩轩竟然在这里。 毛叔。 别叶少叶少地叫了。 我还是以前那个小叶。 现在毛姨的情况怎么样了? 叶浩轩道。 需要手术。 大人小孩。 只能保住一个。 我选择你审。 但是成功率不大。 毛承文神色暗淡道。 毛叔。 昨天出事后。 你应该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 不管我在哪里都会赶来的。 叶浩轩叹道。